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9号表示 与美国旧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渴望在31号的期限前达成协议 但他重申宁愿没有协议 也不希望加拿大得到一份差的协议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以美国国务院代表罗巴克为首的美国访问团 在叙利亚东北部访问三天期间 会晤了当地的部族领袖 罗巴克向领袖保证美军将继续留守叙利亚 一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而根据美国国防部数字 目前约有2000名美军人员驻留在叙利亚 美军大多部署在曼比基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 而由于残余的伊斯兰国分子仍聚集在叙利亚东部地区 部分美军也会前往右拉法底河中游河谷 罗巴克并再度表示 美国希望促成所有伊朗部队和伊朗所扶植的势力离开当地 佛罗里达周28号举行州长初选 民主党方面由39岁的塔拉哈西市市长吉洛姆胜出 取得佛州州长候选人的资格 若他成功再下一程赢得11月的州长选举 将会成为佛州首位黑人州长 共和党方面则由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德桑蒂斯胜出 德桑蒂斯的胜出是特朗普对共和党影响力的重大指标之一 特朗普支持的参选人在党内胜选 反映他在党内仍受支持 赋予他更多政治力量延续目前的经济及外交政策 而同样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亚利桑那州 共和党方面由麦克萨利取得参议员候选人资格 民主党则由悉尼马胜出 两人将争夺即将退休的参议员弗莱克所留下的席位 28号的结果也可帮助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 决定选什么样的人来填补刚去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留下的空缺 如果大多数选民选择最保守的候选人之一 这可能会鼓励他挑选最支持特朗普所关心问题的候选人 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派 在参议院民主党处于首饰的这次中期选举中 亚利桑那州的席位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可助他们在参议院维持同共和党势均力敌的现状 而如果民主党可同时在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中获胜 更有可能一要成为参议院的多数 日前因脑癌去世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遗体 在周三被安置于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 共民众告别 麦凯恩的家人跟随灵鹫一起进入周一回大厦 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女儿分别上前致敬 他的女儿更是失声痛哭 麦凯恩的遗体将在菲尼克斯停留至周四 之后将会由军用飞机运往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的原型大厅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罗纳德·里根和民权领袖罗莎·帕克斯的灵鹫都曾安放于此 麦凯恩的葬礼将在周日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 届时副总统彭斯将发表讲话 而现任总统特朗普将不会出席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经济分析局周三报告称 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2% 这比第一次估计的4.1%稍微上升为近四年来的最佳表现 报道称 新增幅基于更完整的数据 第二季度的GDP数据包括更高的商业投资和更低的进口 强劲的数字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企业库存下降 并急于在政府实施对外国商品新关税之前出口期产品 而美国关税已经引起中国征收报复性关税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增长将放缓 全年将增长3%左右 报告还称 第二季度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增加至1.3万亿美元 这是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的最高数值 但仍低于2014年第四季度的创纪录水平 加州州长布朗签署新法案 废除加州保释金制度 加州也将成为全美第一个代审嫌犯 免交保释金的州 新法案将于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 根据法案 等待开庭的犯罪嫌疑人将交由法官决定是否获得释放 加州各县必须建立各自的专门机构 使用风险评估工具 对补入狱的嫌犯作出评估 决定他们是否应被释放 即应在何种情况下释放 该法案让法官在最后关头可拥有更大权力 裁决认定哪些人会对社区构成更大威胁 因此应被关押在监狱不得释放 布朗在法案签署现场表示 在加州改革其保释金制度后 穷人和富人将被一视同仁 德州的移民部门昨日突击检查北部的一家脱车车架制造工厂逮捕了150多名非法外籍劳工 设置的工厂位于萨姆纳位于达拉斯东北面约145公里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布声明指 早前收到消息称 这家工厂涉嫌雇佣非法外籍劳工 以及使用欺诈性身份证明件 所以展开了此次突击行动 当局表示 在盘问于行动中被捕的非法劳工后 会决定他们是否被继续关押 还是获得人道主义释放 而涉事公司就形容这次行动让人惊讶又令人失望 但表示会配合调查 美国独立民调机构 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过去年里 美国年轻人相比其他年龄段受访者 更容易对中国产生积极看法 在所有年龄段受访者中 18岁至29岁的受访者中 49%的人表达了对中国的正面看法 而50岁以上的人只有34%对中国有好感 皮尤中心有关美国民众对中国态度的民调 持续了10年有余 结果显示 在经济低迷或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措施时 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更容易产生波动 2017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较2016年上升7个百分点 达到44% 今年这一数值流油下降 跌至38% 导致跌幅的原因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 由于特朗普对华征收高关税 越来越多美国受访者担心中国会通过经济手段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 在领取涉安退休福利的老年人中 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是靠每月的涉安福利金 涉安署宣布明年的涉安金可能调涨3% 是自2012年以来最大的幅度 涉安金是退休者生活开销的主要来源 因为多数退休老人没有其他收入可用于支付生活费 因此每年1月根据生活费用指数而调整的涉安金 对帮助人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影响重大 涉安署根据7至9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来计算每年的生活费用指数 然后与上年的指数水平相比较 通货膨胀也对涉安福利金的增大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令退休福利金的人受通货膨胀的因素的影响 购物支出也随之增大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